2008年,新疆的一处戈壁滩上万里乌云,几位罚警押着一名死刑犯来到刑刑场 眼看着急事已到,罚警的手压在了扳机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这名犯人突然大吼一声 我要戴罪立功,我要检举一桩凶杀案 隔壁滩上空旷无比,在场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执法人员当时就愣了,我枪都掏出来了,你跟我说这个 但是鉴于刑法规定,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 罚警们还是给了他一个面子,那么这孙子到底犯了什么大事 而他口中的戴罪立功,真能救了他的命吗 2007年,新疆伯乐市乐特镇一片响河 唯一影响大环境的就是一个叫史维春的光棍汉 这独子四十好几了,却好吃懒做 整日窝在家里,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当然也可能是三天饿两顿 这天凌晨,老师在床上睡得正香,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我这一肚子起床气,老师拿起了电话,骂娘的话还没说出口 对方倒是恶狠狠的先下手围墙了 孙子,听好了,你侄子在我手上 四小时后拿十五万来赎人,不许报警,报警我就撕票 老师听完就愣了,侄子,绑架,开什么玩笑 你当这是演电影嘛,于是很镇定的挂了电话 他也不打听打听,这一骗谁最穷啊 想骗爷的钱,那爷也得有钱呢 别说十五万了,十五块钱我都拿不出来 正到老师爬回床上,准备续上发财们时 电话铃又响了,此时的老师已经不能用怒气冲冲来形容了 他恨不得血迹了对方 你他妈的眼瞎了吗,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然后直接挂了电话 此时的老师已经被怒气冲得睡意全无 他思来想去,还是给弟弟打了个电话 结果这一通电话差点把老师送走 原来侄子小时真的消失了 昨天一晚没回家,手机也关机了 难道这孙子不是诈骗犯 想通了这一点,老师毫不犹豫地拨打了摇摇灵 伯乐市行政大队接到报警迅速出动 经过一番调查,他们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张德月 据目击者称,当天晚上确实看到小时进了张德月的家里 之后就再也没出来 刑侦大队长巴图当机立断 带着人就冲进了老张家里 老张看到警察当时就吓尿了 然而警方在老张家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时 只能把老张先押回局子里 巴图跟审问人员交代 老张这犊子是个惯犯 前两年就因为诈骗罪给我收拾过 这孙子心思缜密,反侦查能力极高 小时连个影子都找不到 他肯定对案发现场做了手脚 只等着挨过24小时的传唤 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可惜天王灰灰疏而不漏 就在警方收队前 一位技术人员在角落的一个白色花盆上发现了血迹 于是在场的民警纷纷变身柯南 一致推测有人用力气在这间屋子里砍过人 紧接着他们立即安排了DNA的检测 可是08年的DNA检测机构还很落后 拿到结果怎么着也得三天后 如果放走了张德月 呀王命天涯就不好搞了 为了跟时间赛跑 办人员一边将DNA送检 一边扩大了侦查的范围 就是绝第三尺 也要找到老张的犯罪证据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当天凌晨 一位技术人员在院墙外的角落里发现了炭火灰烬 灰烬之中竟然翻出了几块尚未碳化的人类的牙齿 面对凿凿的证据 心理素质过硬的老张终于认罪了 短短几分钟 他就交代了绑架杀人案的整个过程 27岁的老张来自甘肃 之所以跑新疆犯事 是因为这毒子深性懒惰 总想走一些旁门左道 在老家暗底累累 混不下去了才跑新疆找出落 结果落脚没多久 就因为诈骗罪被关了两年 放出来后 老张穷的连裤衩子都不剩了 俗话说穷身奸计 极缘巧合下 老张认识了爱吹牛逼的小屎 小屎这毒子没啥大毛病 就是贪慕虚荣 坚人都说自己是富二代 当然这一点他爹表示无能为力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穷凶极恶的老张一听 立马起了绑架勒索的念头 于是一个敢说一个敢做 老张以合伙做生意为由 将小屎骗到家里 二话不说就给压绑了 没成想这老张虽然反侦查能力可以 侦查能力却不太行 他竟然把电话打到了 比他还穷的小屎叔叔的家里 按照老张的计划 使家人听说孩子被绑架 肯定第一时间选择给钱赎人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老屎竟然把自己给骂了 不对 他是认为我没有打 怎样 于是老张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病肾 点起菜刀就把小屎给物理超度了 之后赶紧清理现场 一把火烧了尸体 要说这案子审到这里 人证物证齐全 嫌疑人也认罪了 法院的死刑判决很快就下来了 民警们终于可以歇口气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 老张给警察的惊喜还在后头 2008年7月21日上午 几名执行死刑的法警 压着绑架杀人犯张德月 来到新疆伯乐市郊外的一处戈壁滩上 面对这种穷凶极恶的犯人 警察们是没有一点怜悯心的 然而就在法警抠动扳机的前一秒 张德月像踩了尾巴一样放肆大叫 我要戴罪立功 我要检举一桩凶杀案 面对这种情况 执行的法警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我国刑法规定 在执行前的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 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 可能需要改判的 应当停止执行 也就是说 既然老张说要检举 那就得留他一命 当然法警们也知道 这小子鸡贼得很 积押期间就出现过越狱的苗头 但出于咬离和人道考虑 于警还是给了押一次机会 再说老张应该清楚 此时撒谎就等于最佳一胆 紧接着老张火急火燎的检举了一起奸杀案 据他描述 这起案子发生在两年前 死者叫杨燕 实体就埋在附近的一块棉花田的饮水区下 就连埋藏的深度 老张都说的有模有样 由于老张言得太像 当时的法官寝室了最高法院 最终张德岳的死刑被暂时终止了 与此同时 当地的公安根据线索开始实地勘厂 老张也带着脚料手料来到现场 在他的指认下 民警很快确定了藏室位置 可是新疆的夏天地表温度 高达50摄氏度 而且戈壁滩坚硬无比 挖掘的工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开发的工具都废掉了好几把 却连个尸毛都没有找到 这老张不会想编个故事 想多活几天吧 好在最终经过七个小时的挖掘 民警终于挖出了一具白骨花的碎尸 把一顶着刺鼻的臭味上前检查 发现确实是一具女士 而且死者蛇骨根部骨折 显然是受外力导致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大约是在两年前 警方还在尸体身边找到了一张身份证 上面的名字正是杨燕 为了进一步确认死者的身份 警方赶到了杨燕的老家调查 一问才知道杨燕确实两年没有回家了 送去检验的DNA也出了结果 证明这具尸体就是杨燕本人 看到这里警方就纳了闷了 这小子是嫌罪名不够大呀 如此隐秘的埋尸点 如此吻合的时间跟姓名 人要不是你杀的 鬼都不信 然而差点做鬼的张德月 却有另一套说法 他言之早早的供出了一个名叫阿杰的蒙古青年 徐老张供述 自己是跟大哥张德年一起来到新疆的 大哥为人正派 一直以帮种棉大户收棉花过火 每到八月下旬 张德年就会招一批采棉人 杨燕跟阿杰就是其中一员 和有姿色的杨燕 认识了长相帅气的阿杰 两个人就开始你浓我浓 结果突然有一天 阿杰找到张德月 说自己失手杀死了杨燕 并求着张德月帮他把尸体掩埋起来 事成之后必将中谢 如果不答应就连他一起搞死 这老张平时里有手好闲 只要能给钱 什么犯法的事都敢做 何况阿杰这孙子还是以死相逼 就这样这两个寄贼货 把杨燕的尸体埋在了戈壁滩下 警方听完这个故事 陷入了尘寺 他们马上出动去抓阿杰 可惜此时的阿杰 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早已归系 而且阿杰出事时 张德月已经入狱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 张德月并不知道阿杰的死讯 也就不存在嫁祸阿杰的可能 说他是编的吧 又他妈的编的滴水不漏 说他是真的吧 头号嫌疑人阿杰又死无对阵 拿杀人案顶罪杀人案 老张也算是卡到死刑的bug了 可是接下来怎么整呢 2008年死刑犯张德月 由于举报有功 暂缓了立即执行 警方带着一肚子的迷惑 开始调查两年前的另一桩杀人案 通过对杨燕阿杰的亲戚朋友展开走访 警方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张德月的供词里说的并不是事实 阿杰跟杨燕根本不是恋人关系 张德月的哥哥张德年 倒是跟杨燕关系匪浅 张德年甚至会把自己采的棉花 倒给杨燕 难道杀人的是张德年 毕竟最终的埋尸地点 就在他们工作的棉花地旁边 如此以来 张德月就有了替哥哥洗脱罪名 帮自己戴罪立功的嫌疑 如果真是这样 那老张这独自的心思还真挺狠 一时二鸟 满天过海呀 想通了这一点 警方立即赶往了张德年的家里 经过一番询问 张德年坚决否认跟杨燕有过亲密关系 并且表示自己有老婆有孩子 一直是个本分的农民 这时候刑警队长回想起 张德年曾去监狱里探视过弟弟 但两个人在罚警的严密看护下 根本不存在串供的可能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再次提审张德月 当警方提到公友们 反应你哥哥跟杨燕关系匪浅时 张德月的眼神下意识地躲上了一下 之后便再也不说话了 这个表情没有逃过老刑警张一的眼睛 对于一个曾经处理过一千多起的刑事案件的专家来说 任何犯罪心理在他这里都将无所遁形 审问结束后 张义带着人又去了趟杨燕的老家 因为张义清楚 只要将物证摆在张德月的面前 这个臣服极深的鸡贼货 才肯屈服 好在杨燕的老母亲一直思念着女儿 把她的房间保留得完完整整 经过一番搜查 张义从一个铁盒里找到几分信件 里面的内容直接打破了张德月的谎言 与杨燕通信的不是别人 真是哥哥张德年 真所谓踏破铁鞋无米处 The truth is coming song 警方很快拿着信件再次找到张德年 面对如山的铁针 这个甘肃汉子再也编不下去了 他老实交代 确实跟杨燕谈过恋爱 但后来因为父母反对 两人就分开了 张德月结婚后 杨燕又来找过他好几次 上演了一出初恋变小三的剧情 但杨燕确实不是我杀的 警察问他为何要隐瞒事实 张德年又以顾及家庭来搪塞 说是2006年采棉工作结束后 张德年给了杨燕一千多块钱 就让他回家了 后来一直都没有联系 毕竟我有儿有女有老婆 犯不着为情杀人 警方分析 老张说的挺诚恳 逻辑上也说得通 于是又把目光转回到了张德年的身上 预警发现 老张自从举报完杀人案 一直表现得很镇定 甚至很少跟身边的人打话 仿佛心里总是在盘算什么 很显然这个鸡贼祸心里 并没有憋什么好屁 张一站在监狱的高墙上 静静的注视着张德月 突然想到一个容易忽略的漏洞 如果有犯人是在阿杰死后入狱的 那么张德月很有可能知道阿杰的死讯 并且迅速完成对整个时间的编钻隐瞒 想通了这一点 张一立马调查了再押人员名单 很快找出了一个 跟张德月有过接触的蒙古青年 这个人轻易的交代了 他跟张德月透露过阿杰死讯的消息 案子的走向也变得明了了 2008年9月 老刑警张一要求提审张德月 从第一次刑刑那天算起 张德月举报凶杀戴罪立功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这独自看起来一点都没变 依然保持着警惕跟对抗 张一让他重述一遍扬艳案情的经过 张德月颇为不满的开始唠叨 等压说到挖地藏尸的那一刻时 张一突然插了一句 你为什么说是阿杰杀的人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 张德月根本无暇反应 他下意识的脱口而出 因为阿杰死了 随后又急忙加了句 我不知道 很显然张一预判了张德月的预判 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是不是那个蒙古人告诉你的 这一次张德月没有回答 压心虚了 心已虚就只能沉没 真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 张一立马拿出了蒙古小伙的共认视频 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终于落地了 张德月像一只拔光毛的鸭子 垂头丧气的说出了杨艳案的真相 2006年哥哥张德年确实给了杨艳一千多块钱 并且让张德月送他回家 再去车站的路上 张德月心生怠念 不光想夺了杨的钱 还想强奸他 结果杨艳致死不从 深奴之下 张德月抽出了腰带勒死了杨艳 当晚就找来了工具 将杨艳碎尸避埋藏 事后张德月心惊胆战的过了一阵子 但过了很久 都没有人提起过杨艳 也不见警察来巡人 俗话说事多不压身 第一次杀人的张德月 立马变成了张德胆儿 两年后又犯下了绑架杀人案 没成想入狱没多久 就得知了曾经的工友阿杰死亡的消息 这时候的张德月的鸡贼病又犯了 他整日躲在监舍里思考脱罪大忌 终于在行刑的前一秒 吼出了那句戴罪立功 他表面上是检举戒发 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罪行 嫁祸给死无对证的阿杰 真是一处遗花节目 届时还魂的好忌 可惜天王灰灰疏而不落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老猎人 本来是一起证据确凿的绑架杀人案 结果张德月聪明反辈聪明我 竟然把两年前的悬案给交代了 仅仅一个月后 隔壁攀上一声枪响 结束了这个恶人的罪孽人生 正义虽迟 但到